現在是大人禮的 那個張茂蘭議員 謝謝 因為剛才所講的 福德賓宰也是大人禮 那謝謝安全確信會 那是立宗邀請的老闆 如果有一些 如果有一些介紹 不是很清楚的請多包容 那個福德賓宰兩棟有報廢 最近為什麼 威力塔拆掉 是因為那個 張茂蘭議員還有陳立惠議員 有爭取 要把他產品 因為那兩棟之前移交給 博德開發豐司 那我們說已經報廢了 為什麼不產品 等一下由張茂蘭議員來說 我們都在里長這邊 我們一直在爭取 拜託陳立惠議員跟那個 張茂蘭議員這兩棟報廢 那最近為什麼 他把那個威力打開 張茂蘭議員也很清楚 范宗也在這邊 另外一點就是針對就是說 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扭心自問 我還在講一遍就是說 遊覽車不是什麼 因為台北市所有的台北市 不管中正紀念堂 國務紀念館 大安森林公園通通沒有 把遊覽車放下去 那你的想法 為什麼要把遊覽車放下去 遊覽車的在先進國家 就是你把客人放下去 你就到郊外去停車了 101也是這樣在運作 101也 曾經世界第一 他也沒有在地下蓋一個 遊覽車停車場 對不對 而且那個 捷運信義線也要沿過來這邊 所以 他鼓勵大家才U Bike 這樣子的 那你 大家都是老人嘛 那個 剛才發現 信義安協捷運 你可以想一想 老人要進去公園 因為爬山 沒辦法在樹樹山 他要去公園 遊覽車都要進出 那遊覽車要挖身多高呢 那他的轉彎要多大呢 對不對 而且 我們這個公園 在比照附近的裔城公園 比照 國外國 國小 新亞國中的 那個公園大的我們幾倍 都沒有這個遊覽車停車位 那你 人家懷疑 那你的想法是在 到底有沒有替 老百姓在想 而且這個是老年 這邊是社會福利用地 怎麼可能會 那個 一直在建議說遊覽車要進來 對不對 因為我們老的時候 遊覽車進來 那個轉彎 有那個死角 那這麼年來 我也再陳述一遍 就是說 市政府 他 那個 公營住宅 大家認為你一進來 他在福德賓宅 就管理不好 即使有督導什麼 也很盡心 就管理不好的 問題很多 現在又公營住宅進來 的話 那你社會局 有沒有做好一個規劃 謝謝你 另外對當地 你在大地 我的意思是說 你應該這種 大的建設案 應該跟當地的里長 居民 林長 有一個先給開會 聽聽大家的意見 這樣大家才好 跟那個市政府配合 另外一點 當地也在這邊就是說 郝市長已經第七年了 最後一年要 倉促制定這個政策 那政策好壞 是不是要留待 給下一任的來做 那在當地裡的 你應該 對當地的老人 或年輕人 他有一個回饋 就比照那個 那個 松基 松基里 松基公園的那個回饋 有沒有對當地一個回饋 還有他 兩百一變成四百 四百四 你這個衝擊那麼大 到底會造成 當地的生活的悶夜 生活品質降落 別的地方不歡迎的 供應出來移到這邊來 一請張研替我們關心 謝謝 我是 幸運龍門 自在幸運龍門 我是建議 這塊地 不容易 有這麼一塊地 不要再搞什麼 商業設施 建築物越少越好 然後 可以全部都 當作公園用地 福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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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園用地裡面的 一個點綴而已 這個建築物面積不要太大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剛才那位先生 話講還沒有完 我想 是不是可以請他再 再繼續 他講得非常非常好 兩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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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都還在打訴訟 在打大巨蛋的訴訟 我們還沒有停 所以 廣池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一樣 他對在地會有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他環評是一定要先做的 環評必須要先 處理好 然後把在地的意見都納進去 規劃內容大家重新檢討 以後再來討論後面 所以這個時間最少還要一兩年以上 所以就是可以建議 這一兩年時間還沒到 像剛剛有一些呼應一些 剛剛可能是建議一些 建築物的部分的問題 那其實我是建議 因為你們之前已經把很多房子都拆掉 其實都是一些 就是那個地面已經都是這些 碎石啊 或是一些灰燼 就是可以請 那個市政府這邊 把那一些部分 稍微做整理以後 直接現在圍牆拆掉 先開範圍公園 給大家在地來使用 就是臨時性的公園跟運動場 反正你這塊地 從你到你決定要開始使用 我相信大家都最少超過一年 到兩年以上的時間 像我們說那一兩大巨蛋 九十五年 簽約我們也擋了他五六年 才是政府護航 包屁他們才開始自封 對 所以我相信 廣執這一塊地 現在其實 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趕快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弄個籃球場 弄個溜冰場 然後弄個這些 律地 然後讓大家可以踢個足球 讓老人家可以散步 然後把衛槍先拆掉 讓大家可以進去運動 以上謝謝